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海南警方公布的通缉涉黑 涉恶在逃人员通告中 一位名叫李沁武的男性犯罪嫌疑人 因高颜值照片意外走红 据海南省公安厅扫黑办透露 李沁武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已于通缉令发布四天后12月25日 主动投案自首网友戏称 长得再帅也跑不了 因为海南有天涯海角 此前海南省公安厅发布公告称 对于提供重要线索或协助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 李沁武的单位或个人 公安机关将分别给予人民币十万元奖励 并做好保密工作来源中心网 就釗亡你解释了 人理人统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